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是上了保险 之所以叫金钩了 网上的说法是这钩子保险是铜座的金绳 大家鉴定一下我是不是色盲啊 这钩明显不是金绳啊 钢的哪是什么铜和金 这钩子是个成立件用黄铜座不合适 网上我也查了不少三零式不枪的照片 就没有见到一支是金钩的 真的黄铜件它是不变色的 这支法国的Grad起枪岁数比三零式更大 人家上面的黄铜件150年后也不变色的 金钩步枪其实名不符实啊 各位要是真有见到金钩的记得发张照片啊 日本明治维新货啊 进口了杂七杂八很多步枪 跟清朝时候的中国差不多 但是明治政府在巩固政权不久啊 就开始着手统一步枪 并且谋求自产 1870年创立了东京炮兵工厂 1880年啊 推出了第一款国产知识步枪 春田十三式 设计师春田警方主要参考了法国的Grad步枪 口径呢 也是中规中矩的11毫米 是当时典型的黑火药金属定装男舌的步枪 欧洲一线国家都是1870年开始装备 日本呢 并没有太落后 1885年 日军开始装备改进型的春田十八式 据说是有限程度的改进 跟十三式啊 是同样的弹药 部队呢 是两种步枪混装的 1894年到95年的中日甲午战争啊 日本陆军用春田枪横扫装备杂牌枪的清军 当时日本已经开始小规模装备更新式的春田22型 但装备新款的禁卫师团和禁卫第四师团 还没有投入作战 打清就要一合了 春田22是很有意思 基本上是完全重新设计的 它比春田1318式都短不少 它是连珠枪啊 采用了Korprachek系统的管装弹舱 它还采用了8毫米 无烟药的子弹 可以理解成日本的Lebel步枪 并且采用了英国Lee Medford那样的多边形躺线 英法澳一顿乱抄啊 这就是日本第一款无烟火药的步枪 春田22是推出就落伍了 装备不多比较少见 只能用网上的资料抽象的给大家讲讲 它的设计其实没有像欧洲的早期无烟火药步枪那样完善 比锁不对称 强度不高 药桶呢 实际上没装满发射药 算是个减装弹 为了搭配这个管装弹舱啊 也采用了平头弹 弹道性能肯定算不上优秀了 据说多边形躺线磨损也挺快的 这是英国人都没解决的问题 Kopachek系统有的问题啊 他也都有 其实是超错作业了 虽然不是很理想啊 但新强出来之前还是装备了一些部队 一颗团运动中日军的主力步枪就是他 这张著名的八国联军照片里面啊 小个的日本兵竟然比他的步枪高 而且这个刺刀也很短 短枪短刺是村田二十二十的特征 实际上这时候啊 三陵式步枪已经定型投场了 只是换装还没有完成 打清这样的对手啊 村田二十二十足够了 三陵式的灵感呢 它是来自于甲午战争 清军的几千只原装老套筒啊 给日本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看到了和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 马关条约 中国赔了日本3.6亿日元 使他们的政府年收入四倍多 这些钱呢 百分之八十几当了军费 日本人是有钱张老是换補枪的 村田京方这时候已经退了 由他的高徒 44岁的炮兵专家 由板成章主持研发 老哥呢 是做要塞炮出身的 老哥補枪可能还是大财小用了 而且1896年 可以参考的设计很多的 据说三个月就把 三陵式補枪的基本设计完成了 布局呢 跟第二代毛色倾向的 枪栓是个三段式的 不如毛色那么简洁 说是借鉴了荷兰曼利夏 保险其实有点像这瑞士的 Schmidt Ruben 瑞士枪的保险 它是个钥匙环 不是钩 操作方式倒是一样的 也是赚90度 日本人对第一代8毫米 五原火药弹不是很满意啊 改成了6.5乘以50毫米 这个小口径源头弹 不仅后座小 出速和射击精度 都有了大的提高 还节省材料和重量 日本人还是比较满意的 七年内完成了对一线部队的全面换装 正好赶上了1904到1905年的日俄战争啊 陆战 基本上就是日本的三陵式 对墨西纳干就一行 他们在战后建的203高地 卫灵塔就是六五元旦的一个造型 因为死的这万把多人啊 多是日本步兵 到了三八市啊 就开始用尖弹了 一日俄关系 其实一开始还行的 除了1891年俄国皇太子遇刺事件 基本上还是礼尚往来的 但甲午战争后啊 日俄关系急转直下 因为俄国联合德国 法国以开战威胁 逼迫日本 规换了中国的辽东半岛 虽然中国赔了一大笔钱当赎金啊 小日本国内还是群情激愤 跟俄国算是结下梁子了 当然俄国这么干呢 他是出于他自己 地缘政治的考虑 但是呢 还是增加了中国对他的好感度 1896年 也就是马关条约签署的下一年啊 李鸿章代表清政府和俄国 签了中俄密约 条约里明确写着 目标就是共同防御日本 针对第三国的军事协定 他不好明说 所以是密约 大清稿的以一致一的把戏啊 最后都是引狼入室 条约呢 只是给予俄国军舰 战时使用中国港口的权力 但老毛子得寸进尺 1898年 逼着中国就签了旅大租地条约 强租旅顺大连地区25年 这不是蜜月 可把日本人气坏了 1900年义和团运动的时候 俄国更是以呼噜为由啊 大举进入东北 义和团被镇压几年之后 东北境内还有十万俄军 完全没有走的意思 而且格萨克伪装的伐木工啊 也出现了在吉加鲁江边上 让控制朝鲜的日本坐立不安 感受到俄国深深的恶意啊 日本人都觉得日俄必有一战 开始积极备战 1902年日军在严汉地带东迅的 一直不对啊 210人里面给冻死了199个 史称八甲田雪中行军遭难事件 舆论大华民间呢也都理解 这是地俄战争准备 日本人东连39啊 俄国人心态倒是很放松 他们笑话日本人不会打仗啊 竟然训练什么散兵线战术 你看我们俄国人 知恋鸡群射击 实在训练都不带打靶的 打指方向对了就行了 陆战技术不行呢 还是能靠人数啊 地形和勇气弥补一下的 俄国陆军虽然最后战败 但还是给了日本陆军很大的杀伤 按说这个俄国陆军兵力百万 是日本常备军的好几倍 而且西伯利亚大铁路啊 已经建成通车了 从欧洲向远东运兵 怎么也不至于打败啊 问题呢就在这个西伯利亚铁路啊 是个豆腐渣工程 工程质量差 比如说路基设计是四米九宽 建造的时候只弄了三米多 铁路桥用松木做啊 不是用钢筋混凝土 很快就开始烂掉了 各种幺蛾子啊 其实最要命的是两点 第一它是单轨铁路 同一时间只能跑一个方向 不能双向对行 东向列车跑的时候啊 西向列车只能一边干等着 一天跑不了几班车 第二呢 是环贝加尔湖那段 当时并没有完成啊 那一带山多 要么打洞要么爬坡 铁路是不好修的 有的险峻地段 火车只能走个驴车的速度 战争爆发的时候啊 铁路只修到了 贝加尔湖边就没了 要靠轮渡啊 把火车一节节运过湖 过了湖啊 再上铁轨接着跑 风和日历的时候 单车过湖要四个小时 冬天呢 湖水结冰 轮渡是走不了 俄国人试图在这个 冰上架铁路 但冰面并不能承受 火车头的重量 最后是马拉火车 这运力还不如船运的 俄国的这些软肋 日本人清楚的很 所以开站的时候 专门跳一冬天 正好是西伯利亚铁路运力最低的时候 俄国人兵多 但90%都在欧洲 一时运不过来 路上打的比较被动啊 除了路上海上啊 日本人还开辟了第三战场 开了一个叫明石远二郎的 去欧洲策动俄国内部革命 明石大佐啊 当时约见了流亡西欧的 俄罗斯内部异见人士啊 包括列宁统资 普拉哈诺夫等等 俄罗斯帝国旗下小国很多啊 他们的独立派也都来聊聊是吧 有芬兰的 有波兰的 波罗的海三国的 明石组织开会啊 日本政府出钱出枪 给这个沙皇上演样 俄国陆战到最后啊 是刻意一搏的 当时那日本兵也快打光了 国库也空了 说不定可以翻盘了 那就是国内革命党太凶了 沙皇他亲老叔 都被革命党丢的炸弹 给炸毁了零件状态了 尼古拉斯二世 没心思战斗下去了 好巧的讲和了事啊 日本俄国在东北护家呢 清朝是个啥态度的 两害乡前去其兴 这次希望日本赢了 因为这个俄国在东北 横行霸道 把干预还聊的好感度 早就消费光了 当时掌权的袁世凯 是和日本秘密合作 斯坦俄国情报 提供给养 治疗伤病 梁军呢 还抽掉一些骨干 和日军组成 中日混合 侦察迭博队啊 振前或者 以后侦察 反正俄国人看不出中国人还是日本人 当年三十岁的吴慧福啊 就是其中的一员 他被俄军逮捕 判处死刑 好歹人比较机灵 逃跑掉了 因为跟日本有这层关系啊 1937年 日军全面侵化以后啊 还想请老吴出山来着 还好他很快就死了 没有晚节不保啊 其实这个日清的军事合作 在日俄战争之前就已经开始了 加古战争后啊 大清举国震动 我觉得还是要虚心的向日本人学习啊 一开始这个新建陆军里 德国教官比较多 但后来随着德国强租交流弯 引发了义和团运动 严重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啊 德国教官就开始吃饼了 北洋军里的日本教官就出现了 日本教官工资低 像这清姆宣纯啊 板西立巴狼这样的中国通啊 他不光能讲不官话 还能说方言 好交流的 1901年起 日本也开始承批接纳 中国军校生 头七年去了一千多人 日本在清朝军界的影响稳步增加 1903年 清军开始大规模采购日线 第一笔就是一万四千多只的 三陵式步枪和七枪 原大头觉得不错的 弓箭道尽 价值较连 仙价比好啊 以后不断的购入 以至于清朝灭亡的时候 北洋六阵中啊 已经有四阵用的是三陵式步枪 这时候啊 已经进口了超过十万只的三陵式 装备六阵那是绰绰有余 地方部队也是买了些的 有专门出口中国做的三陵式啊 他把天皇的菊花纹换成了大清的团龙纹 有几批还根据中方的要求啊 把表尺从历史换成毛色那种卧室表尺 除了枪械啊 北洋军单兵装具啊 瓦具什么的 也是从日本采购 其实中国的日械式是远远早在德学士 没械式之前的 对三陵式步枪不算陌生了 1906年末 东京炮兵工厂 小冲自作所所长 南部齐四郎来花考察 并推销日本军火 南部回去以后写了一报告 特别提到了几点 第一呢 是义和团运动五年后啊 德国对华军火出口也开始恢复了 毕竟在中国深耕后制了那么多年 销售网络都还在 而且德国军火嘛 在世界范围内都是金字招牌 南部认为这是日本军火的头号劲敌 必须全力对付 第二呢 是日本出口武器的几大商社啊 全都是经销商 货呢 都是从政府兵工厂拿的 同质化的产品 难免相互压架拆台 要有协调合作才行 为了加强在中国军火市场的地位 完成深度控制中国的目的 1907年在陆军省的指示下 大仓 高田 三井 三大商社 共同组建了一个叫 太平组合的组织 军方呢 保证货源和技术服务的便利啊 这是一个日本 军火出口的垄断组织 日本官方啊 推动这个军火出口 还有一个原因啊 就是日本已经开始更换步枪了 日俄战争中啊 暴露了三陵式步枪的缺点 针对这些缺点的改良产品呢 就是三八大盖 但生产出来这五六十万只三陵式啊 得找接牌的 步枪是固定资产 那不是耗材 普通使用八年啊 一般是用不坏的 往外卖卖呢 收回一些成本 日本人这样算的很精淡 讽刺的是呢 太平组合成立后啊 对华军火出口不升反降 原因呢 就是清政府在一九零八年 把武器采购去 收归中央了 要统一军备 不让地方政府到处乱买万国牌了 步枪呢 是有意不买日本枪 也不用日本弹 热战争后啊 日本把俄国在南满的权益啊 全盘结束 中国呢 啥都没捞着 白忙活一通 而且呢 请神容易送神难啊 更不想被日本用军火控制住了 所以选了六八口径的茅塞九八市 191年 新海革命爆发 清军呢 他要买卸镇压革命党 枪呢 一定要现货 等不起茅塞步枪了 又开始联系台平组合买枪 但奇怪的是 最后买的不是三菱士 而是日俄战争 日本缴获的 三万七千多只的摩西纳干和弹油 不知道是图便宜呢 还是清政府啊 限制日本影响的另一种手段 搞得日本人很不高兴啊 决定了两头下注 开始向革命党卖军火 然而清朝很快就嗝屁了 仗也没打多久 没啥战争才可以发的 原大头和北洋政府 后来确实还进口了不少的日本步枪 但呢 就以三八大盖为主了 这个呢 以后再聊了 日本最后 还是把三菱士的库存给清了 因为正好赶上第一次世界大战 往欧洲倒腾了不少 英国皇家海军买了些 沙俄呢 更是大规模的进口 随着沙俄在一战中的彻底崩溃啊 这些三菱士 流落四方 芬兰 捷克 埃萨尼亚什么的 这种临时采购的非制式枪线啊 这些小国独立以后啊 都退居二线 或者干脆被淘汰掉了 二战中呢 又被德国和苏联来回烫了两遍 留存的真不多 远比三八大盖稀有 其中有两万只左右啊 被日本人磨掉 唐线改成了教练墙 留在了日本国内了 只能打打空包弹 是一个中学生军训用的 我的这把呢 就是通过这种渠道保存下来 其实吧 打空包弹 不需要把唐线磨掉的 真正的目的呢 是去掉打实弹的能力 把这枪给淹了 毕竟流入社会 功能健全的枪 被学生拿去搞运动啊 或者是抢银行 都是不好的 机下上原来的菊花文 和三十年式的名文啊 被磨掉 喝上了空放冲 枪栓释放钮和机针目 也都被涂上了红漆啊 这也是提醒使用者啊 这把枪的特殊用途 这个序列号数不大 制造年份啊 应该是比较早的 大概率是参加过日俄战争 后面还有个川村两个字 应该是工厂军代表的名字 没有进口车 是驻日美军啊 当纪念品拿回来的 就日本啊 他对学生军训是非常重视的 初中扛的动枪就开始了 一周四小时男生都得参加 人家这个学生军训啊 跟咱不一样啊 中国人基本上就是纯队列训练 不管是民国时期啊 还是人民共和国时期啊 都是这路数 披着军训的外皮 搞的是一个大型团体操表演 旧日本的学生军训 他是教很多实战技能的 我这里有本 1925年学生军训手册 里面的内容包括轻武器 使用射击训练 战斗序列 小队中队大队的战术协调 通讯啊 刑军扎营 买国造反啊 都是武兵的基本功 挺像我们六七十年代的 这个民兵训练手册的 但是呢 他们早了这个至少五十年啊 所以以前是老是被小日本子压着打 确实这个军事水平不如人的 三陵士啊 奠定了这个日本步枪的基本布局吧 总体借鉴了 茅塞93到96室 场馆 扳上护墓 握手槽 历史标尺 两个大泄气孔 弹仓呢 可以通过扳机壶圈前面的按钮打开 黑大笔毛色块 垃圾饼在机下桥后啊 有利于保持机下前部的机械强度 这个垃圾饼后面还多出一块 说明垃圾饼还是一个备份的必锁卡存 垃圾饼呢是个球形 不是三八十那样的李子形 上下两块的拼装木托 来自北海道的核桃木加工的 损毛结构卡在一起的 这两块的木纹呢 它是一个角度 不是平行 这么高确实省料啊 一块木头削出来的木托啊 前面这么细 后面这么粗 原材料呢 它肯定要有后托这么粗大 大树在日本本来就不多 而且 而且差不多一半的木料 最后都浪费了 更重要的是这个木托的强度 这整体一块的木托呀 这个木纹肯定得顺着枪管的方向 这样便于承受 不做不开裂 但是枪管最下方这里的木纹 最短啊 强度最低 开裂是一个常见现象 日本这种两片的木托啊 下面的木纹跟上面的有夹角 也更长 不容易开裂 这是一个好的设计 空调是卡住的 不是拧上的 这个刺刀座呢 在前沽下面 靠这个枪口块 共同固定 不是很奥靠啊 限于篇幅啊 我们就不讲三菱刺刀了 下机拆枪一并 这枪设计确实有问题啊 具体一条一条 我们下机再讲 主要是穿不好拆 勤务性能不好 但是呢 它用料扎实 加工精细 操作顺畅 原大头给了三菱师很高的评价 说是 功料均集精尖 一切程度均以太息 不慎悬殊 也算句公道话啊 好 这期我们就讲这么多 感谢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